好 大家都看到了 今天来的是华盛证券机构销售部的副董监 简佳 说你是美联储加息专家 可以成为绰号吧 对吧 因为我们从去年开始就一直在预测美联储加不加息 到目前为止预测的都还挺准的 我们又要说了 因为已经11月份了 SDR这个事情 你好像在节目当中也提过 也是认为是个大概率的事件 对 那这个我们就谈过了 那还是得说加息 因为最近加息预期周期下 那这个美元走势和人民币走势 我觉得还挺奇怪 因为人民币说是要加入SDR 所以最近人民币一直在升 那后来一看美元也在升 美元指数都到97了 这是为什么呢 对 所以其实我们说 首先我们简单说 就是人民币其实走得还是很强的 那么我们说回美元 我们看到其实最近美元的走势 还是比较强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强 因为我们长期来说 我们一直明确 我们长期来说 我们是看多美元的 但是短期之内 我们认为美元 持续上涨的一个可能性 并不是特别的大 那么短期出现一波上涨 昨天我们看到 已经突破97了 主要还是因为上周 美联储的这样一个 偏鹰派的这样的一个讲话 那么上周的这样的一个 FOMC的这样的一个会议上 其实美联储表示说 我们在12月份 要明确加息还是不加息 那么也就暗示着 12月份的FOMC的会议上 是这个加息还是有可能的 它是也是说敞开了一个大门 那么这个其实和市场 普遍的预期是背道而驰的 因为虽然说市场之前认为 可能9月份会加息 但是随着整个的一个 一系列的一个不好的 一个经济数据出台之后 我们看到包括像 三季度的整个的一个 美国GDP的一个数据 包括核心PC的数据 包括这个新屋 成屋的一个销售的数据 都是不及预期 因此大家其实对于 今年年内加息的一个预期 已经逐步的消除了 这个和我们去年年底的判断 基本上已经形成一致了 但是在这个时候 美联储反倒提出说 我们12月份 可能还是会考虑加息的一个动作 这就使得美元短期出现了一个 大幅的这样的一个上涨 可能就是说 从他文字本身来看 其实还相对中性 他也没说我到底加不加 只不过是因为 鹰派的人跑出来说的 鹰派的人说 我们12月要讨论 那你会觉得 为什么是鹰派 鹰派因为他们希望加 如果是鸽派的话 可能事情又会变得不一样 其实我觉得 其实美联储 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措辞 并不是说 他真的是认为12月份会加息 而只是不想让市场 有过于一致的 鸽派的这样的一个预期 不希望市场太过于一致 这个美联储希望来控制一下 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预期 另外我们看到 和这个美联储形成 这个相呼应的 就是日本央行的一个动作 那么我们看到 因为欧洲其实已经明确提出 要延长整个的一个宽松的动作 那么中国央行 其实已经实施了 很宽松 对 一个双降 最新又实施了一个双降 因此在这样的一个全球宽松的一个环境之下 市场普遍认为 日本还是会进一步的进行一个宽松的 这样货币宽松 但是我们看到上周 日本央行宣布说 我们维持目前的整个的一个货币宽松 这个货币政策不变 而且黑田东院认为 在目前的这样的货币政策之下 是可以实现2%的一个通胀的目标的 但其实后续公布的这样的一个 日本的一个通胀率是远远低于2%的一个目标值 对 所以我们说这个美国和日本 我们看到两个国家 目前都显示出了一定的鹰派的这样的一个表态 那么这让大家觉得 似乎是美国和日本在联手的 来抵制全球的一个竞争性的一个货币贬值 但事实的情况我们说 其实这两个偏鹰派的强硬的这样的一个言论 是得不到基本面的任何的支撑的 这个特别是我们看到美国 我们认为美联储可能会进入一个两难的一个境地 因为离12月份的这样的一个会议 其实只有两个月不到的一个时间 那么美国经济出现一个大幅的一个反弹 大幅的一个复苏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那么如果它强行加息的话 我们认为就和它要根据经济数据来考虑加息的 这样的一个言论是背道而驰的 但是如果它不加息的话 那么大家会认为美国是不是会重新陷入经济的衰退 因此我们说美联储也是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个言论 所以你看这出戏唱了这么久 实际上它把自己也架到那个台上了 就越悬念越浓越高 这个期待越来越久 然后现在已经架在那儿基本上下不来了 对对另外我们看到像日本其实也是 我们认为日本目前它其实不进行进一步的量化宽松是非常不合理的 也是不明智的 因为日币对于欧元其实今年已经上涨了9% 那么我们说这两个经济体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竞争的一个关系 我们说这个日币对这个欧元涨那么多 那么使得它本来就比较疲弱的经济这个进一步的雪上加床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美日两国的目前的一个货币政策对他们本国来说都是不利的 那么是不是它后面怎么走 我们说还要看后续的经济数据 尤其是本周五要公布的美国的10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 这么看来其实之前的这个鹰派的表态和日本央行的表态是就是指老虎 叫的挺凶实际上后面数据略差一些 那油价可能也会成为这个制约他们是否加息的一个重要原因 你看刚才我们报道国际油价的大涨 国内的成品油价是昨天晚上又下调了 那国际油价接下来的走势会是上涨还是下跌 它会对美联储加息会有什么影响 对其实我们对油价的判断 其实我们已经有一个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也提到过 其实我们目前倒是认为油价是处在一个底部的区域 但是它短期之内出现一个快速反弹或者反转的可能性其实并不大 除非说这个大的这个石油生产国是联合进行一个减产的动作 这个是一个比较人为的因素 我们短期之内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判断 但目前来看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说 这个原油的供给还是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此油价短期之内是没有办法出现一个快速的上涨的 就还是在底部这样排华 还是底部排华 而且我们看到最新的数据也显示 其实对于美国WTI油价的这样的一个进空头 是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上涨 那么整个市场对于原油的一个做空情绪是出现了快速的上升 那么这主要和周一公布的一个比较疲弱的 中国的一个经济数据是有关系的 我们看到财信的PMI虽然是48.3 是对高于前值也高于预期 但是依然是处在一个荣库分线下面 我们说看到周一是下跌了1% 昨天上涨了2% 那么总体来说还是在一个底部排华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好 那么关于国际的这个宏观 我们先聊到这里 我们先聊到这里